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每年的12月18号是国际移民日 为了鼓励花莲新住民能够有互相交流 融入花莲的机会 花莲县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号特别办理了新享四级活动 集合了越南、印尼等异国美食和文化首座 期盼让更多的花莲相亲 能够认识新住民的丰富文化 12月18日是国际移民日 也是我国的移民节 在花莲的新住民约有8000多人 来自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 花莲县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日办理新享市集 活动开场由台湾原住民小朋友带来舞蹈 随后携手将各国代表性食材放入饺子 象征多元融合为活动揭开序幕 我要谢谢移民署 也谢谢我们民政处、社会处、各个局处 有关于新住民业务的时候 都能够共同来协助讨论 而民政处在我们的新住民 一进到花莲的时候 我们也给予生活上的辅导 社会处、教育处更给予我们语言以及经济力的赔力 还有我们家庭的协助 所以方方面面就是希望 无论是从哪一个国家来到花莲 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把花莲当自己的家 能够赶快尽数来融入 集结线内新住民服务网络 包含移民署等单位提供福利宣导 现场还设有八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典 及一处新住民学院带来文化表演 展示多元文化宣导成果 并安排多个美味一国料理摊位 集团引导民众更进一步认识新住民 带给花莲的丰富文化和多样性 记得长邦彦华领事报导